新鲜的豌豆一般都是用来炒的吃 今天我们用它来分享新吃法 这是350克豌豆 我们打过两颗鸡蛋 再加一勺白糖 豌豆做甜品吃 口感非常的好 把它搅拌均匀 然后再分次少量加糯米粉 让糯米粉口感软糯 增加的美味 如果没有糯米粉 我们也可以用普通的面粉 再次搅拌均匀 搅拌到这种状态就可以了 糯米粉一共放了100克 电饼铛或者平底锅都可以 预热刷油 油不要发太多 包包的一层就行 然后倒入豌豆糊 用铲子快速的把它给摊平正 摊开 豌豆我们不要放太多 正好这样薄薄的一层 这样饼子不容易散开 而且更容易熟 上面再撒上一层白芝麻 这样更香也更营养 电饼铛我们开上下开关 中火 盖上盖子 拉6分钟 6分钟之后我们加一个豆尝一下 如果熟透就可以出锅了 如果没有熟 我们也可以再煎2分钟 借助一个盘子炸翻 盖上盖子 再烙4分钟 像这样两面金黄就可以出锅了 还是再借助一个盘子 把它给迅速的翻过来 就可以了 出锅之后再把它给切成小块 我们看一下下刀的力度 豌豆其实很快的就被切开了 简单营养又好吃的豌豆糯米糕就做好了 软面香甜 越嚼越香 豌豆特别特别的容易熟 大家不用担心它不会熟 如果实在不放心的话 我们可以放入水中煮上2分钟再来做 我们来捏一个豌豆试一下 轻松的就把它给捏变了 现在放心了吧 这样做的豌豆饼 手不粘面 简单一搅就出锅 万苏离软 软面香甜 特别的好吃 当早炭大概十来分钟就可以搞定了 喜欢就试试吧